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时间和精力全投入到事业上 忽视了家庭的存在 我们建立家庭是靠半生的努力和奋斗得来的 但我们似乎背离了成家的初心 因为事业的需要就把家庭闲置在一边 那是得不偿失的 家庭是由多人组成的 一个人的家庭很难称之为家庭 而往往家庭成员越多 这个家庭就越活跃 越有生命力 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 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能够激发人的潜能 让人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好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一个善于经营家庭的人 一定是个有智慧 有头脑之人 家庭是奉献的地方 我们对亲人的爱是无私的 不求回报的 而不是一味索取 人人都主动爱别人 人人又都接受被爱 所以每个人都获得了来自别人的爱 在享受家人的爱的同时 家庭中的每个成员 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曾国藩就是一位极其爱家的人 他虽在京师做官 但始终挂念在湖南的家人老小 每隔几天就要给老家写信 经常在信中关心家人的身体状况 叮嘱他们注意养生之法 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一封封家信 被后人装定成色 其名为曾国藩家书 此书至今流传甚广 交对朋友 出门在外离不开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 但是知人辩人却是很难 后汉书上说 与善人居如入知澜之势 久而不闻其乡 与不善人居如玉鲍鱼之死 久而不闻其臭 我们交朋友一定要看对人 交对了朋友 会使我们获得好的体验 人跟人都是互相学习的 朋友心善品性好 那么你以后也会这样 倘若朋友心恶人品差 那么它也会影响你 跟谁交朋友会决定你的一生 明艳云 跟好人学好人 跟了强盗学偷人 朋友会影响你的一生 一定要选对朋友 其实真正的朋友 是能够与你共患难 敢于对你提出批评意见的朋友 朋友就像是两棵靠在一起的树 在风雨中相互扶持 互相成长 交朋友就要交那种值得交的朋友 这样的朋友 才能给你带来正能量 真正的朋友可以读懂对方的心 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主动给予对方帮助 而不是一味地向对方索取什么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 他总结出了八交九不交 什么朋友能交 什么朋友不能交 交到好的朋友一生的益处 曾国藩经常给弟弟曾国全写信 他在信中写道 一生之成败 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不可不慎也 可见曾国藩极其重视交友 立志要向古圣先贤看齐 找准位置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认识你自己 事实上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别人 但往往却很难清楚地认识自己 有的人终其一生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人最困难的事就是认识自己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精彩 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五彩缤纷 唯有给自己找准位置 才能活得有意义 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很努力 却迟迟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那么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思考 是不是你努力的方向出了问题 千万别被束缚了 别人怎么看 怎么想 那是别人的事情 至于你 全在你如何衡量自己 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有自知之明 明白自己适合什么 别人的生活怎么样 我们不要去嫉妒 因为那是别人的位置 你所拥有的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不必去盲目追随别人 生活就像是在拍电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 各个角色之间都有界限 不要将工作的角色带到家庭中 也不要将家庭里的角色带到工作中 做人找准自己的定位 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曾国藩家书上说 求业之经别无他法 日专而己矣 从丁部侍郎到两江总督 再到乡军统帅 曾国藩找准了位置 成功打开了一片天地 任何时候都要有知之明 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 照顾好身体 老话说得好 无病一身轻 人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 拥有健康的身体 是人这辈子最大财富 身体健康日子才有笨头 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 身体好 一切皆可重来 身体要是垮了 那什么都垮了 再多钱也难以换回健康 人到中年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给自己最好的投资 饮食要注意 荤素合理搭配 早晚要多加锻炼身体 这都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好方法 除了身体好 在心理上 也要有良好的心态 俗话说得好 笑一笑 十年少 愁一愁 白了头 保持年轻乐观的心态 拥有开朗的笑容 对新鲜事物 始终保持同心同趣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这是长寿之道 曾国藩活了62岁 在今天先进的医疗技术面前 他不算什么长寿 但在一百多年前 却是大大超过了 当时的人均寿命 曾国藩在经十多年 身体一直很不好 经常得病 有一次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从今以来 怀临危寿命志向 生病在家 常怕病死 违背出智 于是曾国藩常常注重养生 他说 至心以广大二字为要 至身以不要二字为要 曾国藩提出养生六事 认为养生 以少脑怒为本 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同样重要 唯有意志坚定 身体强健 才能让家道振兴起来 人生曼妙 有的人发现身体不好了 才开始注重养生 但是却收效甚微 而有的人从一开始 便爱惜身体 身体一直很好 我们不要做 毁之玩意的事情 世间是有轻重缓急 我们起码要分清主次 请煽烦救揭你的生活 减少可有可无的瞎忙 将时间和精力 放在值得做的事情上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找准位置 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交对朋友 人生将到达一个又一个高峰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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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